人体探备4 宝贵的双手 当你每日使用你的双手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当你失去了它们 你会是怎样呢? 科学家告诉我们 当我们需要活动 30个不同的关节和书续点 才能够移动一只手 虽然我们的五个手指 能够变化300万亿不同的位置 但是当我们运用起来 还好像严不够 当我们穿襪、穿鞋 大约要花费8磅至12磅的气力 假如在必要的时候 一只右手能施展出150磅以上的压力 优秀的拳王 用拳猛力一击 竟然比起手枪射出来的 子弹的力量更大 我们的十只手指的活动 是如此灵活的 感觉如此敏锐 我们时刻都不能少它们 一双手的功用 实在是给得上十只手指 近代科学虽然十分进步 但是灵活的一双手 总是做不到出来 假手虽然做得很精巧 但是在应用上 无论如何都比不上真手 外科医生能够为喪失肢体的病人 配上二手、二脚 但是手指是怎样都代替不到的 和务道者一起想一想 当人遇上了交通意外 或者因为健康问题 必须要将手指割除的时候 如果能够保留半只 或者三分之一只 医生都会尽量去挽救 因为真手指的功能 是做物主的杰作 人类的智能 是无法弥补这种损失的 是无法弥补这种